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语音控制多点导航 这件课我们通过与Rosemaster上面的语音识别模块交互 来实现在已建立的地图中 语音控制Rosemaster导航去12344个地点的功能 手柄上面的R按键是可以随时取消和开启该功能的 首先我们来标定语音导航去的目标点 在机器人端启动这两条指令 第二条是开启导航功能 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地图的参数House改成我们之前创建好地图 那么我这里本身存放的之前创建好的地图 名字叫做MyMap 那么接下来在虚拟机端打开这个可视化界面 在虚拟机中要提前配置好与小车的多机通讯 我这里已经提前配置过了 所以可以直接启动 那么第一步我们还是需要去设置小车的初始位置 使得当前的地图与实际的地图相吻合 我们先观察小车在地图中的实际位置 然后再选一下 现在这个地图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稍微选一个点让它自己去校准一下这个地图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虚拟机中输入这样的一句 来查看这个话题里面的信息 然后呢 在这里面选择这个目标点 给小车标定目标点 然后再寄座一号位 我们总共计四个位置的目标点 等一下就可以通过修改这个程序 让小车实际的去通过语音控制 往这四个方位去行走 我们选择一号点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内容 记录下XY和这个ZW四个数字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改到我们的程序里面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输入小车的IP 后面冒号8888 找到我们的这个本次要使用的程序 这个SadeMark这里面 这里一号点修改这四句 我们把刚才在虚拟机上面的 这个内容复制过来 来开始 然后Y C W 然后我们再选第二个点 选择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又重新打印了这个内容 我们再把它给复制过去 这就是我们选的二号点 接着是三号点 好 好 好 然后是四号点 然后是四号点 最后还有一个圆点 圆点我们把它设置为中间 把圆点的这个SYZW也复制过去 那么设置好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在Ctrl加S保存一下 保存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语音控制 导航到目标点了 把之前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内容先关掉 然后再运行下面的这些的内容 把这个地图的参数改成我们当前要导航的地图参数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语音控制 导航了 这个唤醒词是这个 然后功能词是这些 你好小鸭 在导 导航去一号位 好的 在导航去一号位 你好小鸭 在导 导航去二号位 好的 就导航去三号位 你好小鸭 在导 导航去三号位 好的 就导航去三号位 导航去四号位 好的 就导航去四号位 回到原点 好的 现在回到原点 这里就是我们语音控制导航的实验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核心代码解析 那么导航原理的部分呢可以参考激光雷达12导航臂杖这一节课的内容 这里我们主要是来判断语音识别的结果和打包发送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主要的这个程序内容就是看这一部分了 首先会把语音识别的结果复制给speech-R的这个变量 然后再对语音识别的结果进行判断 那么这里呢可以参考这个功能通讯表这里 来看一下这个对应的这个识别的结果 如果是等于19的话就表示语音识别模块识别到功能词导航去一号位 导航去一号位之后呢 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首先在终端会打印一个目标点去一号位 然后再进行播报把这个speech-R的这个值再发送给语音播报模块 然后语音播报模块会播报好的 正在去一号位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通过这个RVIZ软件的这个目标点的设置 去设置的这个目标点的方向位置和方向 最后呢会把这个目标点发送出去 下面的这个20 21 32和33都是同样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陈述流程图 首先会进行节点的初始化 创建目标的位置信息发布者 在判断语音识别模块处理后得到的数据 再根据语音识别的结果 打包目的位置数据并发布出去 完整的代码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修改这个目标点的这个代码 以及这里呢是这个功能的通讯表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